早期好几年就有红彩炎 口腔都溃疡到死道 有的时候关节也会疼痛 就去慈悦当医疗志工 然后就痛到不能走 那时候蛮严重的 因为这种病算是比较罕见疾病 不常见的 是被歇视症 祝福你身体健康 当时对这个病免没有听过 痛起来的时候 还是要打高脊梁的肋骨唇 刚开始会抗拒 那黄光勇主任 有给我用杠人的法 一句就说服了 他说 你做医疗志工 你输作了 你要怎么说服 别人说 拍拔要吃油 我说 哦 是 我回家第二天就服泪骨唇了 我就接受了 我都用上人 三不求三求 不求身体健康 求精神敏锐 不求世事如意 但求毅力勇气 不求解轻负担 但是就是要增加力量 那上人的精神 我觉得上人那么伟大 那我这种痛是为不足道 尤其像早上有文法 志工早会又有听法 然后服务的时候又有刑法 我就觉得说 在这边把握这种机会 是我们很有福报的人 我体悟到说 我只要脚可以走 所以说怎么痛 我都可以去欢喜受 哦